断烦恼 断习气 难死 能死 难行 能行 都靠忍辱 你要没有忍辱 你做不到啊 所以忍辱波罗蜜在六度里是非常非常重要 你看释迦牟尼佛在金刚 金这一回上 说菩萨六度 可是不识跟忍辱说得特别多 分量特别重 那就是告诉你 六度里面这两条最重要 不识是叫你放下难死 难死 认如是你自己成就的一个关键 你能忍 后面才有精进 才有禅定 才有波罗 它是个关键的所在 如果不能忍 后面全都没有 那么你前面 不识持戒 所修的是六道有乐的佛报 你修了福 福德不是功德 如果有忍辱 就能把福德变成功德 我感觉会不舍费 不是依靠人吗